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了 来 来 把胳膊抬一下 我看一下 放下吧 走两步 还走两步 行了 我的夫人 别说 你当模特蛮不错的 抬起我了啊 好了好了 去设计你们吧 那就快去设计 你 去设计 去设计 那 你 去设计 我 去设计 你 去设计 那 要 你先吃吧 好吗 怎么了 又是学校的事啊 什么事你不要闷在心里 你说出来啊 你跟我说 钟琪 现在 有人为了竞争的事 到校长那儿施加压力 给领导一些暗示 你跟我说 现在 今天又有人 为了子晨和唐唐 所谓偷欢那件事 听了个报纸 给塞的校长办个事 谁要这么坏呀 坏透了 所以呀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阻止唐唐和子晨接触 你知道我为什么注意安明治啊 知道了吧 她在极力撮合这两个孩子 你想 一个是我决定 一个是我女儿 女儿是大歌星啊 这俩孩子要粗了一起 出点什么事 对我来说都不是小事 这个节骨眼啥 罗姨 现在有人巴不得 咱们出点事呢 背后好捅你一刀子 让你防不胜防 把你这人都坏透了 那钟琪 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还得住到女儿那儿 你得相信我 罗姨啊 只要我住过去 女儿和子晨她不敢放肆 可是 你觉得这是个办法吗 这是堪能看得住的吗 钟琪 我觉得你们学校真有意思 如果你们学校因为这个 不让你当校长 那就太逗了 你看 你们是大学 大学里都是有文化的人 怎么会这么世俗 这么无聊呢 真够天真的 现在就是那么复杂 罗姨啊 我只要你相信我 凭着咱俩夫妻二十多年的感情 这点信任还没有吗 如果你觉得我和那个安敏芝有点什么 那真是太离谱了 你觉得可能吗 我跟你说 我这次过去 我不仅要当子晨和堂堂之间的防护墙 我要想办法让那个安敏芝离开女儿家 好 钟琪 那就怎么办 我跟你一块去 我告诉你 我现在身体没问题 你不用为我担心 你先上头吃饭吧 我一会儿上来 五瓶点 七八八二三四五六七银 安博士 你这样有意思吗 无补无聊啊 讨厌 你刚才特想一个 做眼保健操的考古学家 有事吗 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 我明天要去上海了 你这么晚跑到这儿来 就是要跟我说 你明天要去上海了 你 你没事吧 你不用跟我说呀 你跟你父母说就好了 你跟我说什么呀 我还就不想跟他们说了 你没看我爸现在整天神经兮兮兮的 一看见我跟你在一起 就好像世界末日要来临了似的 他就像是 这股肿瓶子 放下 怎么了 我让你放下 我让你放下 这是你乱动的吗 放就放呗 你凶什么呀 动坏了怎么办啊 有事说事 没事走着来 那 你 我坏了怎么办 拿着拿着 干什么 我给你买了一个新手机 我有手机 我知道你有手机 你那手机太破了 永远都是打一半就没电 有我给你买的手机 给我打电话 这是命令 role的无法 rires ey oop 可 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手机铃声是我的新歌 紫辰 我爱你 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 有个美工画商要买我的画 我得早点去接待一下 那赶快吃早饭 我已经准备好了 不吃了 不吃了 来不及了 等一下 来 拿份的 喂 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 您这是谁的电话 公用电话 我请问一下师傅 您这个电话的位置在哪儿 嗯嗯 好好好 谢谢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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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担锋 我们也要理解安眉智的心情 我准备去安眠跑一趟 把情况弄得清楚 把情况弄得清楚 不过你要答应我 不能着急 安心等着我回来 能答应我吗 我答应你 好 喂 紫辰吗 我还要向你回报 我和金金已经安全地抵达上海了 你可别不愿意听啊 昨天晚上你收到我的短信了吗 喂 紫辰 你说话呀 你为什么总是这么深沉呀 紫辰 我真的很爱你 你不知道你 喂 喂 紫辰 老师 这怎么回事 你和唐湾究竟怎么回事 老师 您误会了 我误会吗 是 您误会了 那你说 唐湾 他能跟你打电话 什么意思吧 这个手机 是不是唐湾送给你的 是不是吧 总不说 没话说了吧 我跟你说过了 您误会了 您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 您误会了 我误会了吗 对 是 您误会了 你们俩轻轻握握双双叽叽的 不是一天了吧 你是个聪明人 怎么能糊涂啊 你觉得唐湾 他能跟你这么一个做学问人 一块生活吗 你们俩是一回事吗 我告诉你 他是用你安子晨 来填补他感情的空白 你别嫌我说话难听 好 来了 唐湾 带晶晶到上海领奖去了 早上走的 我知道了 你儿子的手机 已经告诉我了 好 这是唐湾送给子晨的手机 铃声是唐湾唱的歌 你说这事怎么办了 你花了不少心思吧 你说什么呢 这是他们自己的事 我知道是他们自己的事 但我不希望有人在这里面推波助来 你可以否认 但是我必须提醒你 如果他们继续下去 对女儿产生什么不好的社会影响 搞得乌烟瘴气的 你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你放心吧 不会有什么不好的社会影响 你是太不了解 现如今的社会状况了 现在的媒体 尤其是网络 恨不得每天都有绯闻 这是两回事 唐湾和子晨都是年轻人 都会恋爱结婚 这最正常不过了 但现在不是时候 等你当了校长的时候吗 这跟我当校长有什么关系吗 你是不是想永远把这把刀子 插在我的心脏上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和你和罗音 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 至于唐湾和子晨 也要看他们俩的缘分 什么缘分 是咱们俩的缘分 还是女儿和你儿子的缘分 我现在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这件事我不会同意 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一句话 你可能忘了 我今天再跟你说一遍 我希望你为子晨的前途 好好地想一想 想一想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自己想 我告诉你 不许你伤害子晨 只要你不毁了我的女儿 你 你何必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啊 停电了 这小区 真停电了 喂 祝你生日快乐 喂 妈妈 生日快乐 谢谢女儿 还记得妈妈的生日啊 我特意在上海给你买了礼物 好 我爸爸怎么给你过呀 你爸呀 谁知道他记不记得了 最好不记得 给他个惊喜 好 那他人呢 是不是在学校呀 他打过电话 他说啊 今天晚上学校有个重要的会议 得晚点回来 妈 你知道这次我来上海是来干嘛吗 我是来领奖的 真的 得奖的事没有问题啊 那好妈妈也祝贺你 对了我想等我领完奖 带晶晶在上海玩两天 阿妈就一个人在家 你没事过去看看吧 好好 儿子好吃吗 嗯 来 上海之行愉快 来 来 我没有要信你的意思 你相信也好 不信也罢 这些年在我内心里 一直惦记着你 你是我伤害最深的一个人 这是我这辈子 犯了最大的一个错误 我对不起你 那一年我回去告诉你 小孙死了的时候 我真是我心都在发抖 当看着你痛苦地昏了过去 我当时都给你跪下了 请求你的宽恕 我还记得堂堂第一次 参加大奖赛 碰回了奖杯 我当时真是高兴坏了 我第一个想的就是你 我真是在内心默默地跟你说 尚红 咱们的女儿成了个性了 成才了 我没辜负你 你就放心吧 你还没吃饭吗 我去煮点面 我也饿了 我来吧 算了吧 你要再晕了算谁了 面条呢 我跟我来吧 我去吃饭啊 我去吃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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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二十年了 我一直以为 我已经把那些愧疚补上 可以按照我自己的生活 就这么走下去 可没想到这时候 你却出现了 也许是巧合 但更是天意 我这个人就太好面了 罗英她什么都不知道 当然我想了更多的是 是为了咱们女儿 你放心吧 我们又要找你三丈的意思 上红 我请你原谅我 你还要不错 习惯了 我习惯了 我说 我把いく 马上 对了 我 你 又不是 我 你说钟琪和那保姆 还烛光晚餐 霍音啊 你是不是看错了 我怎么会看错 我看得一清二楚 她跟我说的是 要离开会要晚回来 可是 我当时要找她她不在 结果她又跑到明书去了 而且就他们两个人 钟琪 她 她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呢 她跟我生生的伤 要把她抹制干脆 可实际上 她都是骗我的 好了好了 你别哭了 我这就给她打电话 叫她过来 别哭了啊 喂 喂 钟琪 我是罗文盈 你马上到我家来一趟 唐姐啊 你怎么知道我在别墅啊 你少废话 叫你来你就来 来了再说 好 那个 我走吧 她来了 她来了 妈 你疼死了 我知道了 你去吧 姐 我就知道是你 又来骚扰姐来了 这不能怪她 她心里有话 没地儿说 才到我这儿来的 你最近学校的工作 是不是特别紧张啊 还好啊 感谢姐和姐夫的帮助 行了行了 别崩着了 坐下聊 钟琪啊 罗盈可是跟了你二十多年了 她对你啊 那可是全心全意的 你得好好地体谅她 罗盈是不是又跟你唠叨 说了八倍那破事啊 你真是 姐忙活一天了 够累的了 你说你还跑姐这儿 唠唠叨叨说那些 不着调的话 什么不着调啊 哪些话不着调啊 你有本事跟姐说呀 你让姐听听 你说呀 我跟姐说什么呀 姐 不好意思啊 最近她特别敏感 你说说她吧 我知道了 我问你 今天晚上你是不是到别墅 去找那个保姆了 是啊 我正想问你呢 你怎么知道我在别墅 也怪我 我没给罗盈事先请个假 去我的学生那个 子人的母亲安敏芝 有很多时候 可以好好谈谈 谈谈 谈什么 要你跑到别墅去啊 还要两个人谈 黑灯瞎火的点着蜡烛谈 你说罗盈我说你什么好 你自己看看 除了小区路上那个应急灯亮着 不都停电了吗 你可哪家有电 停电了我不点蜡烛 姐 你说呢 你看看 你看看 我就说了嘛 那中奇不会是那种人的 真是 行了 快跟他回去吧 谁啊 是我 子晨 你来了 妈 快快 进来 你怎么不开灯啊 停电了 来 你怎么来了 谈谈和静静不在家 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 所以过来看看你 没事 来吧 我怎么把你生日给忘了 真是犯错误了 我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给忘了你说 那就说明不重要呗 重要的话你能忘吗 中奇 你到底一天心里都在想什么 夫人啊 我心里那点事不都告诉你了吗 你还要我说什么 你再盯着我看也是这样 我出了子晨和堂堂的事 心里就有考古 我当然还有你 你记住 我绝不会做损害你损害咱们家的事 这事你听我的 咱们绝不能让子晨和堂堂这么胡闹下去 必须让安敏芝赶紧离开 那明天我去找着安敏芝谈谈谈去 来电了 来电真好 我给你做点吃的啊 我 我不饿了 你做吧 不饿了 不想吃啊 不想吃啊 那我问你 堂堂送你手机了 您 是听老师说的 她为这件事情很不高兴呢 我跟堂堂 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我知道 堂堂挺喜欢你的 啊 你就一点都不喜欢她吗 她是歌星 我 我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况且 老师现在当校长的事情很敏感 她不赞成我跟堂堂在一起 反正我不想惹老师生气 再说 我现在也没有精力谈感情问题 其实我看 堂堂这孩子挺好的 行了 不说了 时间不早了 回学校去吧 我再陪会儿您吧 明天我就要出差了 要走好几天呢 又出差啊 没办法 工作需要 少虎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堂堂还没回来呢 你快回去吧 我可不想让罗音再误会我 那就请你赶紧离开吧 你再这么下去 把事情闹大了 你怕罗音误会你 我更怕她误会 昨天晚上那个电话 是罗音她堂姐来的 罗音到她堂姐那儿告我的状了 是罗音的 唐姐夫是省里的一个重要人物 老娘可非常好 帮过咱们女儿 如果唐姐夫和唐姐知道 我曾有事欺瞒过罗音 那你看着吧 对女儿有什么好处 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我从安南出来 也是你们请我出来的 现在 我是在自己女儿家 你凭什么让我留我就留 让我走我就得走 你想过我的痛苦吗 女儿明明在我眼前 你却不让我跟她相认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我看她活得这么焦虑 这么不开心 我只是想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 你凭什么要赶我走 好 我知道 我对不住你 师母来了 好 阿玛 帮我把东西拿进去 好 你是不是也搬过来了 我想过了 钟琪 我过来就是要陪你 你不是一直希望得到我的支持吗 我现在就在用行动支持你 你还是不相信我 我没有不相信你 真的 你既然让我相信 让我相信你跟那个女人没事 那我来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你到底怕什么呢 你们两个住在一起 你不怕外边人说闲话呀 你可真能捣乱 你可真能捣乱 师母 我来放洗澡水 不用了 待会儿我放 她也会担心 我会不怕 你不会让她担心 我去做什么 你会让她担心 你去做什么 我去做吧 你不知道 我怕 我怕你做的菜他不爱吃 你还有事吗 要没事的话 你出去吧 我该叫我丈夫洗澡了 好 有事你再叫我 钟琪 钟琪 你别看电视了 过来洗澡吧 钟琪 不可以 你没放洗澡水啊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从静门到现在 你跟我说了几句话 还有 那个保姆 你什么时候让她走 钟琪 咱们两个的心 是越里越远了 像当初 我怀了孩子 不幸流产了 你当时难过 伤心 觉得没有照顾好我 还四处 四处打听 收养孩子 后来 你给我抱来了糖糖 当时那孩子发着高烧 咱们花了所有的积蓄 为他治病 你说 要好好地养着这个孩子 把他当亲生女儿对待 你还说 我一辈子对我好 可是昨天 昨天你居然把我的生日 都忘了 我问你 我问你 你一天心里都想着什么 你都想什么 你给我解释啊 你说话呀 我还要解释 我还要解释什么呀 我还要解释 我还要解释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错了 我把那么大的事都给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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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堂从小到大 你还要解释 那又今天 那都是你的功劳 真的 我最近心里 总是乱哄哄的 人啊想干点大事 就不得素敬 你说如果不把我推到 竞选校长这个风格浪尖上 我是多么安静的一个人 对不对 现在没办法了 我也不能退啊 如果退了不说咱们俩没面子 就说你 唐姐唐姐夫 人家也没面子是不是 我什么也别说了 说了还是那些话 你可能没听烦我都说烦了 我一定给你好好过个生日 好吗 你想要什么 那我就看着买了 我去给你放洗澡水 微信进去 给你再说烦咱쁨 Cody 流淌在心底 風吹來一陣陣亂衣 空氣揚揚著一絲絲甜蜜 這個世界還是真的很美麗 作詞曲 李宗盛 你看見嗎 那天空中溫柔的白雲 你記起嗎 你的笑聲曾經飄在這裡 你的話依然在耳面響起 你回來吧 這片大海在等你 你看見嗎 你淚光中 幸福的表情 你記起嗎 鼓起的點滴 留在這裡 不要忘記 我一直那麼愛你 你回來吧 我在這裡等著你 你回來吧 我在這裡等著你 空氣揚揚著一絲絲甜蜜 這個世界還是真的很美麗 愛 流淌在心底 愛 流淌在心底 風 吹來一陣陣亂衣 空氣揚揚著一絲絲甜蜜 這個世界還是真的很美麗